大家好 你们的界面和我的界面一样吗 我的这个最上面呢 有这么多的参数可以调整 那么这些参数 怎么去添加上去呢 那么它是在设置里面 用户界面这里面 下面这个快速 设置列表 加一个参数的名字呢 它就上去一个 参数的一个选项框 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些 参数的选项框它是什么名字呢 那么这些名称呢 全部存放在 这样一个文件夹里面 在SD的根部录里面 在这个models里面 在这个share的 这个pansom文件里面 点击编辑打开之后 往下拉 凡是你能找到这个 option pamilets 这个英文的 函数里面 那么它包含的全部都是 可选的带华条的参数 你这里面随便任意放 随便任意复制 给它复制到 快速设置列表里面 它都能上到最上面 我下面这些laura模型 一直没有管理过 现在已经 下载了这么多laura模型 我不知道 它们是什么风格 那现在我需要管理一下 先从第1个开始吧 然后我们就给它生成 我们点击一下 将它的关键字 给它放上来 我们就直接给它生成随机 生成一下 种子-1 生成一下图片 看看是哪一种类型的 最好多生成几张 生成完阅览图之后 我们可以将 将生成的图片 我们给它拖 往上拖 给它拖到 它这个空白里面 然后这里面 你看了没反应 其实它是有反应的 然后你往下 鼠标往下推一点 然后有一个 replace preview 点击一下这个红色的字 然后我们拖进来的这个 图片呢 就成为 我们的这个 预览图了 我们可以 下次直接知道我们这个 laura模型 它是什么风格的 或者你在 文件里面找到models 找到laura 找到我们刚才那个名字 我们可以拖进来一张这个模型 生成的图片 我们将它的名字 图片的名字 给它命名为 和我们 laura模型的名字 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拖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它这个 名字呢 和我们模型名字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jf的这个图片呢 也给它命名为laura模型的名字 但是 这个jf的动画 它不会识别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png的格式 现在来到laura里面 我们来刷新一下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jf的动画 也能够加到模型的预览图里面 在laura这个模型里面 新创建两个文件夹 将指定的模型给它放入到文件夹里面 现在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在外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all 这是全部laura模型 都在这里面 那么后面有两个文件夹 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你选择古装 这是古装的文件 选择水墨 这是水墨的 我们c站呢 也出了一个 扩展 我们来看看装到stable diffusion上 怎么来玩的 我们复制 它这个github连接 不知道从网址安装 我们来安装一下 这里提示安装完以后 到可安装这里面 应用一下重启 重启完成后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 c卫态 这个c站的一个帮助助手 那么来说明一下 那么最左边呢 它是提示 可以下载最大尺寸的一个预览 那么 这个我们保持勾选 那么第2个选项是什么内容呢 什么意思呢 这个第2个选项呢 是 跳过成人预览的图片 那这个的话 我就不勾选了 那么最右边呢 这个模型的这个 类型 那我们一般是不需要前面这两种类型 我们一般都是用ckp lora 现在我们点击这个scan 也就是扫描一下 i10扫描的时候呢 你注意我们的终端 很容易提示这个 16054远程主机 强迫 关闭 这是一个错误 那么出现这个错误呢 是你的 魔法网络 出现了问题 出现堵塞不通畅的情况 那么这样你可能需要切换一下网络 将网络环境给他 调的通顺些 然后你再去尝试重新扫描 扫描完成之后呢 他会像我这样 就是不再出现这种连接 强迫关闭的一个连接的这个错误 将你的原有的 laura模型的这个名字呢 全部给你扫描一遍 他只是扫描你现在 已经装到你 sd上面的这些laura模型 全部给他扫描一遍 你没有装的这些laura模型呢 他不会去扫描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 文生图这里面 把laura模型呢给他调出来 我们看一下laura模型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刷新refresh 然后我们将鼠标呢 移到我们的laura模型上面 点击文字这里面 你点击图片这里面 他不显示啊 点击文字这里面 他会显示4个 标签 那么第1个标签呢 我们点击下来看看他是干什么的 这是刷新我们的预览图的 比如说你刚换了一张这个laura的预览图 你点击这一下 然后他就专门针对这一张laura进行一个刷新 那么第2个是什么呢 我们点击一下 那么第2个按钮点击他直接跳到c站的这个 laura模型的链接里面 这样的话你能很快找到这个laura的 信息 还有他的提示词的模板 你可以很容易的复制提示词 还有他一些设置 种子 粘贴之后复制之后 然后粘贴到我们的stable defusion进行使用 第3个 这个小灯泡的这个按钮什么意思呢 我们点击一下 他会把这个laura模型的关键字 给自动填到提示词里面 我们点击第1个 这个小灯泡 那么他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关键字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他只要是他添加不上关键字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个模型 他没有上传到c站 c站没有这个他的信息 或者是 c站 他已经上传到c站了 但是 他这个laura模型 没有设置关键字 比如像我这个苏克秋的这个自己训练的一个laura模型 我们点击一下 他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我这个laura模型呢 没有上传到c站 所以说 他 这些关于c站的这些 网络连接上面的一些信息 就不会就用不上 我们来看第4个小按钮 点击一下呢 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 都给我们自动填进去了 我们 把这些都删除 那用文用我们自己训练的模型呢 点击一下这个标签 他没有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 因为我们 就没有上传到c站 还是我刚才说的 他没有网络信息 现在我们来到 这个c站助理的 下面这边有一个 我勾选了laura模型的检查更新 这个按钮是检查更新 那么经过扫描之后呢 然后发现这个墨新的这个laura模型 有的新的更新 那这边有两个链接 都可以下载 他这个最新的模型 我们点击第1个链接 他是直接下载 那么第2个链接呢 他是在我们终端直接下载 你点击确定之后呢 他会在我们的终端进行下载 这里面会显示他下载的进度 那么还是我说的 如果你的魔法网络不够好的话 他这边仍然会出现 16054连接中断的提示 因为我这边网络比较通畅 没有出现断点 所以说 我这边这一次并没有出现 网络连接上的失败 这边中断下载好了 我们看到 他有这个 下载完的这种提示 还有模型下载完的提示 我们就知道我们下载好了 回到我们的文生图 我们看一下 下载的模型在哪里 我们点击刷新 那么这里面呢 又没有看到任何变化哈 那么来到模型这个文件夹里面看一下 这文件夹里面看了 他给我们 使用了新的 阅览图 只不过是名字后面加上了这个prevy 一个英文 因为之前的这个 就不用了 之前这个图文不用了 我们直接用这个新的图吧 把prevy去掉 来到SD里面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图像 图标的这个刷新按键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是这个 刚更新的 这个墨新的这个模型呢 就已经给他加载好了 那么 总体来说呢 对于这个 c站的这个扩展 我觉得用一下这个扫描就可以了 你其他的这些 就下面这个更新啊 这些其他的 我觉得 是 也是一种鸡肋 主要是用他这个还挺方便的 就是这四个按钮 主要是后面这三个按钮 还是很实用的 那么我们来到前 他前面这个checkpoint 这个checkpoint呢 跟我们左上角的这个 也就是我们左上角的这个模型 这个大模型的选择 你点击一下 这里面的 大模型 那么他上面的模型呢 就会随之更改 然后他也有这四个 按钮的功能 如果你这四个按钮的功能 他不出现的话 你注意刷新一下这个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图标 这个蓝色的图标会给你一个提示 他右边这个提示意思也就是说 他是 c站的 c站助手的一个刷新按钮 那么这里面的大模型呢 他也给我们扫描 会扫描一遍 扫描完之后呢 然后这些没有 图片的这些模型 就是我们自己训练的 或者是 原或者是原模型 又没有在c站上 出现的模型 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 觉得有用呢 请点击关注加赞联 谢谢大家